1950年1月21日的深夜 纽约探长霍华德·芬尼带着四个人 在康尼迪格州的一座山丘上沉默前行 他的目标是山顶上的一座房子 按照他的估计 那里将解开一段长达16年的秘密 到达门前后 芬尼礼貌的暗响了门领 两分钟后 一个穿着睡衣的男子打开了门 芬尼也没废话 拿出搜查令向男子展示 梅特司机先生 我们需要搜查你们的住所 屋里的男人没有任何情压 他笑着打开屋门 对着警察们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几名警察在这座干净整洁的房子里 快速进行搜索 芬尼探长很快找到了一本笔记 简单翻了翻 他也轻松了下来 芬尼探长走到客厅 给男子一支钢笔和一张回支单 请他签字确认 男子接过钢笔边写边说 我知道你们这些家伙想干什么了 你们觉得我是疯狂轰炸机 芬尼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直接问道 你留下的字母FP到底是什么意思 男子哈哈一笑 FP就是fireplay公平竞赛啊 探长你不觉得公平很重要吗 芬尼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站起身来问他 你要不要换身衣服再走 穿着睡衣在警局里过夜 应该不会很舒服 男子站起身来表达感谢 转身进入卧室换衣服 芬尼探长对着其他几个手下说 他会穿双排扣西装 并且会扣上扣子 几分钟后 穿着身色双排扣西装的男子走了出来 探长的手下们目瞪口呆 天呐 老大你还会算命 只有芬尼没有赶到意外 他长长的呼了一口气 这场长达16年的追捕终于结束 疯狂轰炸机 你终于落网了 1903年 乔治·彼得·梅特斯基出生于美国康尼迪格州 他的父亲是立陶宛的斯拉夫人 在当地做木工 小日子过得还挺不错的 在这样的手艺人家庭里 小梅特斯基顺利的长大 在犬腹无胡子的资本主义脾气下 梅特斯基没有接受什么高等教育 但是进行了良好的职业培训 成为了一名电工 由于年龄较小 梅特斯基完美的躲过了一战 在一战后被招入美国海军入战队 但是 手艺人在哪都不吃亏 入伍后的梅特斯基没有成为大头兵 而是由于职业特长被派到了上海 给美国领事馆搞搞维修 活不累 环境也很棒 1928年10月 梅特斯基福满兵役退伍 退伍后的他继续着自己的电工生涯 他在联合爱迪生公司找了一份机械师的工作 收入稳定 技术成熟 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由大发明家爱迪生先生创造的联合爱迪生公司 在美国炼器系统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爱迪生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毕竟他在小学作文里的出厂频率 比熏诱在通料娱乐中的出厂频率还高 但是 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 相比于在科技上的拯救 医生公司则继承了创始人的这一特质 他也主动向我们诠释 为什么国际共运能在20世纪上半夜席卷全球 1931年9月5日 梅特斯基照常上班 那天他的任务是清理发电机组外围的一些镜面刷 正在梅特斯基专心工作的时候 他身旁一个锅炉突然爆炸了 巨大的爆炸直接把他崩飞 火焰产生的高温烟雾被他吸入肺里 梅特斯基当场昏迷 紧急时刻 好在旁边的几个工友相当仗义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把梅特斯基拖住农屋 迅速送往医院 经过医生的抢救 梅特斯基的命保住了 但人基本废掉 身上多数骨折 肺部留下严重灼伤 在医院里躺了很久 然后 联合爱迪生公司找上门来 本着契约精神 赴给了梅特斯基半年的病假工资后宣布 从今天起 您就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了 我们从此一刀两断 互不相见 联合爱迪生的无耻 让梅特斯基惊呆了 就算性磨杀驴 你也得让驴还口气吧 我这病还没治完呢 肺炎都发展成肺结核了 我这是百分之百的工伤 你们一点赔偿都不给 联合爱迪生的回应只有一个字 滚 身体和心灵受到了双重暴击的梅特斯基 决定诉诸于法律 他向法院申请工伤赔偿 要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那么 法院的反应是什么呢 和联合爱迪生穿一条裤子的法院表示 堂下何人状告本官 对于梅特斯基提交的工伤申请 梅特斯基欲哭无泪 那段时间我就剩下半条命了 连床都下不来怎么申请 医院证明不行吗 法院表示不行 请您一边两块去吧 工伤赔偿拿不到 梅特斯基又去撞告爱迪生公司 要求他们至少支付自己后续的医疗费用吧 结果 这个官司愣是整整拖了五年 直到1936年才宣判 在爱迪生公司的律师和三名同事的政策下 原本的工伤变成了因为规操作造成的意外事故 公司没向他索赔 也就是人质易尽 真不知道你哪有脸像公司要钱哦 这套流程走下来 梅特斯基欲哭无泪 本来满身是礼的他生生变成了鹅大分子 想要馒头给了拳头 他的诉求均被法院驳回 差点倒赔给联合爱迪生钱 而且 这几官司传出去后 让梅特斯基基本的设死 本来就接近丧失劳动能力的他 想再找一份工作更是难上加难的 梅特斯基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平半无故受了重伤 还要反过来被指责 潜伏在身体里的斯拉夫血液开始觉醒 既然你们不给我公道 我就要自己拿回我的公道 在梅特斯基的思路里 要回公道的方法很简单 让敌人害怕 让他们畏惧 然后让他们给我认错道歉 简单的说 就是吓唬一下老东家 让爱迪生公司的混蛋们知道 老子不是好惹的 那么通过什么方法呢 作为一个斯拉夫人 梅特斯基觉得 这简直不是个问题 自然是靠炸弹啊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20世纪 无论是搞刺杀还是抢银行 美国人多喜欢用枪值 而东欧以带则经常用炸弹 那人是小筋不叫尿 各有各的当 制作炸弹 本身就是斯拉夫人的种族天赋 而梅特斯基参军后 也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他用黄铜碗里塞了一些火药 密封后用电池 做了个简易的打火装置 再塞进一个工具箱里 就算起火 1940年11月16日 梅特斯基把这个简易炸弹 放在了爱迪生发电厂的一个窗台上 然后消失在了夜色中 回家以后的梅特斯基 倒头就睡 根本没去打听炸弹的效果 因为他知道 这个炸弹根本就不会炸 虽然跟爱迪生公司有仇 但梅特斯基并不想伤害曾经的工友们 他做的这个炸弹 只是为了给爱迪生公司一个警告 所以他留了一张纸条 爱迪生联合公司的骗子们 这是给你们的 FP 如梅特斯基预想的 很快工人们就发现了这个土炸弹 然后马上向高层汇报 并且报了警 按照梅特斯基的设想 接下来爱迪生公司就该反思自己的错误 把钱赔给他 然后再去主动自首 皆大欢喜了吧 可惜的是 梅特斯基对于联合爱迪生的经营状况 没有多少了解 爱迪生公司的高管们 在看到炸弹后 确实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最近得罪谁了 答案是实在数不过来 在多年的贯彻下 联合爱迪生公司的经营理念 那是熊猫吃大餐 除了损还是损 损事干太多了 仇人比我的头像还多 实在想不到会是谁扔的炸弹 不做人事 我很抱歉 所以警察也根本无从下手调查 爱迪生公司也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案子稀里糊涂的就结案了 就这样 梅特斯基苦等一年 没有任何消息 气得脑瓜了 猛猛的 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 梅特斯基又做了一枚哑蛋 这次放在了联合爱迪生总部大楼旁边 警告这群重置 这事还没完呢 结果 这次警告依然没有任何效果 联合爱迪生依然毫无反应 因为警方更是让人明白 啥叫丧事喜办 他们认为 罪犯本来想做的不是哑蛋 而是在安引信的过程中 遭遇了巡警才没得受 因此 我们警方英勇的保护了城市安全 警察雇佣记者 为巡警的英勇 写了一篇长文报道 借助梅特斯基 纽约警方真是使黄魔电线 赢麻了呀 梅特斯基在报纸上 看到了纽约警方这样安排自己 气得欺负我出效 行啊 你不是说我没来得及安装引信吗 这次我给你安一个实弹 让你们看看老子的厉害 正当梅特斯基在制造下一个炸弹时 一个意外打断了他的计划 1947年12月7日 日本海军对珍珠港进行了一些小破坏 美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一点小摩擦 在这个结果眼上 梅特斯基停止了自己的计划 给运约警察写了封信 我不会在战争期间制造更多炸弹 在下的爱国主义情怀 不允许自己做这种事情 但是 我依然会把联合爱迪生绳之以法 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卑鄙行为付出代价 FP 在停止暴惑行为的这几年里 梅特斯基除了打铃工养活自己以外 一直在努力的想讨个公道 他不停的写信 给警察、政府、报纸、社会名流 乃至于联合爱迪生的高管 控诉这家公司的无耻 希望有人能主持公道 然而 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 到1951年 梅特斯基写信足足写了十年 却没有收到哪怕一封回信 诺大哥纽约 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他 长久被压抑的愤怒再次被激发 这次 他的目的不仅是联合爱迪生 而是整个纽约城 你们不是无视我吗 好 我就弄出一点你们无法无视的事情 1951年3月28日 纽约中央车站传来一声巨响 一个烟灰缸被绷上了天 把旅客们弄得灰色土脸 4月15日 纽约公公图书馆门口的电话亭爆炸 和路过行人们吓了一跳 8月 中央车站门前的电话亭也发生了爆炸 所幸的是 三起爆炸都没造成人员伤亡 连续三次爆炸终于引起了一些关注 纽约时报在铺起眼的角落里 写了几段关于爆炸事件的报道 而纽约警方一如既往的不靠谱 他们没有把他和当年的FP先生联系到一起 认为只是小孩恶作剧 不予立案 三个炸弹送出去就收获了这么个结果 梅特斯基再次愤怒了 9月7日 他又炸了联合爱迪生总部大楼门前的电话亭 9月21日 他给爱迪生的工厂也寄了一枚炸弹 但依然没有引起重视 说起来没有被重视是梅特斯基自己的问题 因为他根本不想伤人 造的炸弹不比2T脚威力大 而且专挑没人的地方放 也难怪警察把他当成恶作剧 关于无奈的梅特斯基 只能在10月22日 给纽约先驱论坛报写信 炸弹将继续存在 直到联合爱迪生总部公司 因他们对我的卑鄙行为被绳之以法 我已经用尽了所有方法 打算用炸弹 让别人为我伸张正义 FP 在信的最后 他还狠狠地调戏了一把愚蠢的纽约警察 表示 自己有两枚炸弹已经安装完毕 一枚在派拉蒙剧院 一枚在宾夕法尼亚车站 你们赶紧去拆弹吧 警察们气急败坏地赶到两个地方 清空所有行人 打开3000多个储物箱 掀翻几百个座椅 最终确定 没有炸弹 当警察在剧院翻炸弹的时候 14街地铁站里的储物味突然爆炸 好在依然无人受伤 用如此丧心病狂的方式调戏警务人员 梅特斯基先生终于被重视起来 警察开始满大街抓了个炸弹狂人 此时 终于找到节奏的梅特斯基 却突然停止了投放炸弹 只是在1951年年底 再次给先驱论团报脱告 警告更多更狠的炸弹袭击即将来临 除非得到自己想要的公证 否则他将一直持续下去 当然 落款依然是字母FP 虽然报纸不会勘载他的信件 但这件事确实上了纽约的热搜 纽约人虽然对他人偏冷漠 但关乎自己安全的事还是挺上心的 他们给这个炸弹大哥送了一个绰号 疯狂轰炸机 并一致要求警察尽快解决问题 女人警察都快哭了 在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里 找一个藏炸弹的人 你这是蝙蝠身上绑鸡毛 以为我是什么鸟 而且 消息通过路边社传出去后 立刻还有一堆混蛋来蹭热度 以疯狂轰炸机的名义 到处报假警 安假炸弹 警察拢固就这点人手 实在跟不上节奏 那别 梅特斯基倒是发现了新大陆 他觉得既然关注度有了 那就干脆不干活 坏坏头笑 不 先写信也挺好的 他没事就给各大报纸写信 了达对联合爱立生的愤怒 和对警方的嘲笑 一来二去 他还写上瘾子的 以至于整个1952年 他大半时间都在马自尔喷人 全年就放出去了三枚炸弹 不务正业的水 梅特斯基的不务正业 让纽约警察局长斯蒂芬肯尼迪 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他把各大报纸的主编 召集过来开会 要求他们 不要发表关于疯狂攻炸机的稿件 给他信留 反正他也不伤人 咱们慢慢抓就是了 没必要造成市民恐慌 梅特斯基并不知道 警方和媒体的PY交易 所以他在1953年 依然按之前的节奏 放出去三枚炸弹 但他逐渐发现 自己的热度急剧减弱 这样下去 没有关注度了 啥公正怕是也捞不到的 梅特斯基给报社写信 时辰大海 给警察写信 还是毫无回应 好好家伙 我不更新你们 还真以为我是头像局UP主 1954年3月13日 纽约中央车站的男厕所里 一声巨响 三个裤子都没提上的男子 满脸鲜血的 顶着漫天飞翔冲了出来 一股芬芳在中央车站开始弥漫 那一天 整个纽约无人吃得下晚饭 是的 梅特斯基经过仔细研究 觉得最具影响力的行为 莫过于炸死 而且他还加大了炸弹威力 虽然还没达到炸死人的地步 但很容易让无辜的人见血 就这样 他已经从最初的争取正义 逐渐向反社会形象靠拢了 从中央车站开始 梅特斯基频频出手 而且地点也逐渐变成了 人员密集的剧场 电影院 百花大楼等 随着受伤的市民人数越来越多 警方和报社没法撤热搜了 一时之间 疯狂轰炸机再次回归顶流 报纸又开始了大规模报道 警察那边都非常崩溃 随着轰炸机先生重回顶流 警局每天都收到各种 真真假假的炸弹警告 每天屁股尿流的去拆弹 工作根本没法开展 而纽约市民更加崩溃了 没有人能够克服 蹲升蹲一半就地飞翔的恐惧 而警方每天穿梭于城市中 到处拆弹 让市民毫无安全感 跟纽约一笔 歌坛都显得如此安宁相和 愤怒的市民纷纷走上街头 抗议警方无能 让恐怖分子消遥法外 一时间 肯尼迪局长成为了过境老鼠 实在顶不住的局长大人 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普兰币 要不咱们搞死联合爱迪生 反正也抓不住轰大机先生 搞死爱迪生公司 至少能让大家汇到安全吧 就这样 梅特斯基一路玩到了1956年 他越玩越寒越玩越打 这年2月21日 74岁的老列车乘务员 本尼约翰逊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 就近在宾夕法尼亚站的厕所 蹲个大号 然后马桶炸了 可怜的老先生原地上天 被挂在了厕所隔板上 在漫天飞翔中昏迷过去 要不是送一及时的话 老本尼差点成为了 疯狂攻炸机手下的第一条亡魂 但即使捡回一条命 老本尼也只能在余生中 靠轮椅行走了 12月2日 派狼盟剧场里 1500名观众正在看舞台剧 又是一声巨响 在漫天烟沉中 大批观众毫无组织的 四散奔逃 互相踩踏 虽然炸弹只弄伤了6个人 但踩踏事件则伤了 足足100多人 事情闹到这么大 市民们对警局的部门 已经达到了顶点 肯尼局长在次日宣布 将开展警察局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搜捕 当然 这种搜捕屁又没有 警察满街乱晃的时候 纽约公共图书馆 在平安夜又被炸了 平安夜大爆炸的次日 纽约媒体和警方 联合发布了一封公开信 敦诉疯狂轰炸机自首 承诺进行公平审判 梅特斯基当天就秒回 他表示 在将联合爱迪生 绳之一法之前 自己绝不会放弃 但是 这封圣诞公开信 招来了一大批蹭热度的闲人 这封公开信在全国发布后 把炸弹客的事情 炒成了全国顶流 接下来的日子里 警察局每天都能收到 50多个虚假的炸弹警告 可70多封 胡缘乱造的所谓诟密信 折腾得他们 根本没法正常工作 这时候 梅特斯基又置信纽约时报 给肯尼迪局长晚尊了一下 他声称 各说的炸弹 都是自己几个月前放置的 警察抓不到自己很正常 纽约警方的行动 依然是专业的 除了没用的地方 都是有用的 遗憾的是 梅特斯基的晚尊 并没有拯救肯尼迪局长的职业生涯 由于工作不利 他被纽约市政厅直接开除 由交友广阔的约翰·克罗宁 接手他的工作 肯尼迪局长也就突一热 真办事儿 还得看约翰家的人 与此同时 纽约市各界开筹2.6万美元的全赏 给任何对抓捕疯狂轰炸机 有帮助的人 一张大网正在慢慢展开 约翰·克罗宁出生于1926年 当过海军 干过警察 他在珍珠港当军官时 结识了不少能人 他自己也在历史体育 地理心理学方面涉猎颇广 总之 这个新局长 就是屁股后面逛港湖 有一定的水平 克罗宁接手警局后 立刻变动了 肯尼迪被动等待的打法 他在仔细研究过 一系列安全后决定 从两个方面推进侦破工作 第一方面 是主动接触风光轰炸机 克罗宁从维特斯基多年来的行动推测 这人是有沟通欲望的 可惜前人完全不打查 那么 咱们可以找个方法引他发声 聊的多了 自然就有破产了 第二个方面 是利用自己的人脉找专家 克罗宁认识不少指纹专家 笔记专家 爆破专家和心理学大师 可以把他们都请过来协助破案 不信找不出破绽 第一方面的努力 很快取得了成果 克罗宁把之前疯狂轰炸机 给纽约杂志的信 让报纸公开发表 同时也刊登了一封他写的公开信 克罗宁在信中 表达了对轰炸机的关心 并表示 你好 我是纽约北方网友 我对你和爱迪生公司的梁子很感兴趣 能分享给我听听吗 看着报纸上的公开信 梅特斯基老泪纵横 十几年过去了 终于有个肯跟我聊正题了 梅特斯基立刻提笔 给报社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 主动承诺 在3月1日之前 轰炸机将停战 并说 自己在联合爱迪生 因公受伤 却得不到任何赔偿 他在信中说 哪怕你开车撞伤一条狗 也是要给些赔偿的吧 一个受伤残疾的工人 难道连狗都不辱骂 克罗宁非常重视这封回信 他让报纸在1月15日 公开刊登了这封信 并继续写公开信 希望对方提供赔偿案的细节 和具体时间 以便举行新的公平听证会 而且 受过工伤的工人 这是个重要线索 克罗宁觉得破案在即 他立刻把联合爱迪生公司的 高管们抛过来 要求他们 交出所有工伤赔偿的案子 本来他以为自己 已经很接近判案 但当他面对 足足十二多一米多高的卷宗 上万件各种案子时 他只能表示 哪怕作为一个美国人 自己还是对资本家 这一物种缺乏基本的了解 与此同时 专家那方面也传来了信息 笔记专家发现 风空轧机的书法 应该是东欧那边的习惯 他很可能是个斯拉夫人 而最厉害的是 克罗宁的私人朋友 詹姆斯布鲁塞尔 詹姆斯布鲁塞尔 是一个犯罪学家 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 当局长大人来求他帮忙后 人类行政历史上 第一次刑事测写 就此展开 布鲁塞尔仔细检查了 犯罪现场照片 信件和包括专家 讨论的细节后 给局长慢慢描述了 一个基本的人物形象 首先他的论断是 这个罪犯应该是个偏执狂 他的行为远超出了 对雷哈艾迪生的怨恨 这个人的具体特征 大致应该是这样的 男性 身材匀称 且体格中等 40到50岁 随着偏执症的发展 呈现缓慢 精确 整洁的特质 这是基于他信件 和炸弹做工得出的判断 过去应该是一个模范员工 永远准时上下班 举止得体 他应该是一个斯拉夫人 因为东欧那位人 比较痴迷于爆炸的艺术 信仰天主教或者东正教 礼貌但不算友好 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 但可能不是大学 外国出生 或者居住在外国人社区 他的书写表达习惯 带有明显的外语习惯 是硬声声翻译成的英语 他应该是个很孤独的人 没有啥朋友 对女人也不感兴趣 可能住在康涅迪格州 因为康涅迪格州 斯拉夫人很多 距离纽约也近 最后布鲁塞尔做了个大胆的预测 被人被捕时 会穿一件深色双排扣西装 而且会把所有的扣子都扣好 不得不说 作为人类的第一次形式色系 这位布鲁塞尔先生的推测 已经脱离了推理的范畴 这怎么简直就是个大仙 然而布鲁塞尔准的离谱的推测 对破案却没有任何帮助 因为梅特斯基在看到 克罗宁的第二份公开信后 他在1月19日又一次回信 他在信中痛斥了 联合爱迪生和作伪症的同事 不过还是给出了 自己受伤的日期 即1931年9月5日 这种行为 已经基本可以被视作自首了 两天以后 芬妮探长就组织了 开篇时的那斯抓捕 进入了举作的梅特斯基 干净利索的呈料的 32起炸弹案 而且对每次案件的时间地点 各种细节都记得非常准确 等待他的只有审判了 梅特斯基的悲惨经历 被媒体披露后 引起了全美的广泛同情 所以在检察官以谋杀未遂 爆炸破坏建筑物 恶意危害生命 以及携带隐藏武器等 47项罪名起诉梅特斯基后 美国社会一片哗然 诸臣法官塞米尔·利波维茨 倒是个妙人 他没有安排法庭审理 而是直接安排梅特斯基 先去马哈顿的一家医院 接受精神病检查 然后再进行审理 果然 在听取了若干精神科专家的意见后 法官认为 梅特斯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在精神和身体上 都无可救药且无法治愈 故此认定他因为精神市场 无法接受审判 最终 利波维茨在1957年4月18日 作出判决 由于梅特斯基的精神病 本庭无法审判 直接发送精神病院看管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我要告诉你 不是那一家 关押梅特斯基的医院 叫做马特曼精神病院 这家医院和圣医的 沙白精神病院是两个极端 他主张温和的道德治疗 患者可以每天两次 在院子里进行放风 每周播放电影 病房里有收音机和流声机 也可以从事诸多体运动 简直比梅特斯基的 独居生活还爽 梅特斯基之所以自首 是因为他当时已经费地合晚期 很多医生都判定 他最多也就还有几周的寿命 所以想在死亡之前 让一切真相打白 而在被医院收押后 六十利伯维茨法官站了出来 义仍言辞地表示 没有人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想死门都没用 他悍然将梅特斯基 送进纽约最好的医院 足足治疗一年半以后 他的肺结核竟然痊愈了 治好病的梅特斯基 被转回了马特曼精神病院 在那里他是个魔幻患者 不会制造任何麻烦 给他做心理测写的布鲁塞尔 还经常去探望 俩人竟然关系还处得不错 从此以后 布鲁塞尔偶尔工作闲暇 就跑去看看梅特斯基 这习惯一直持续到 他的1982年去世 另一件颇为黑色幽默的事 由于这件事影响力太大 为了创造热点 美国日报聘请了 著名工人律师詹姆斯奥洛克 开始起诉联合爱迪生 奥洛克对1931年 梅特斯基被驳回的赔偿请求 提起上诉 理由是 由于梅特斯基是精神病 他压根里都不知道自己的权利 所以法庭以延误而拒约 他的工商申请是完全不合理的 同时 他还控告联合爱迪生 雇用精神病人并且实施欺诈 最大恶极 不过 这两次诉讼 奥洛克全输了 法庭维持原判 联合爱迪生依然不配一分钱 要是资本家就是牛 顶着全国的唾沫也能赢 真是左右上下你别怕 问候问候谁是吧 在精神病院休养了17年后 梅特斯基先生飙肥体壮 精神绝硕 医生终于确定 这家伙已经无害了 1973年12月13日 法院裁定 疯狂轰炸机现象正式出院 或许当天 一大堆记者跑去采访 这个传奇人物 梅特斯基再三重神 自己已经放弃使用暴力 但依然狂喷联合爱迪生 他还说 在安安放炸弹之前 自己给市长警局和报纸 写了900多封信 甚至都没收到一封回信 哪怕自己自费 去报社购买广告位 公布此事也遭到拒绝 所以 我只能用这种方式 将我的故事公之于众 对于梅特斯基的感受 联合爱迪生的发言人 表示无话可说 梅特斯基回到 康杰迪格州的家里后 从此以马字狂喷 联合爱迪生为乐 偶尔接收电视采访 也得喷起联合爱迪生 这样平静又阻安的日子 足足又持续了20年 1994年5月23日 乔治·梅特斯基在家中病逝 享年90岁 能力超群的约翰·克罗宁 在纽约做了好多年警察局长 一直在对抗腐败和犯罪的前沿 甚至亲自去钻过卧底 最终在完美的职业生涯 结束后顺利退休 不过对于梅特斯基的判决 克罗宁并不满意 他认为那家伙的遭遇值得同行 但其行为无法被原谅 超过15名乌乌市民受伤 咱们也不该一句精神命都算了 这个优秀的警察 于2019年9月11日离开人世 享年93岁 异护梅特斯基的法官 塞米尔·利波维茨 一直在1969年退休 其实他对梅特斯基的关照 可能来自于血统 这老凶射罗马尼亚裔 可能是对东欧人 有天然的亲近感 从记录上看 他坚决要求保留死刑 是苏联形式制度的支持者 绝不算一个好说话的法官 对梅特斯基是个特例 老头退休后 整理了自己的著作 于1978年1月11日去世 享年84岁 至于为我们带来这段故事的 联合爱迪生 这家公司依然存在 目前市值约250亿美元 只是不知道 这家公司会不会继续 为社会输出梅特斯基了